剛環上任之後112年 就是2023年3月14號後 連續召開234的環評出審會議 環評結論建議無需進行 二階段環境詳評估 直接送大會啦 往本來反跑了啦 邏輯上就是出審的時候就會把關 那出審通過以後 進大會就是一個程序 進二階段環評它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這個面積很大 或者是開發量底很大 這一個會第四次會議的時候 我就決定說不用啦 不用二階環評 現在看起來還OK 這麼大的基地 沒有進入二階環評 我剛才做環評委嘛 你也做過環評委 就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環評委當然實在是這樣啦 這個縣市長跟這個老師 這個委員白也白也白了 要開環評委的時候 就去查說 換老師禮拜二早上有課 所以呢我們就排禮拜二早上 他就沒辦法來啊 接下來第二我要講 就這一種審議的開始啊 各項的評選會都一樣 主席會問一件事 在場有沒有人需要回憶 接下來廠商進來要報告前 主席會再問 廠商 這裡有沒有哪一位要回憶 為什麼呢 一種就是彼此有好的厲害關係 一種彼此有不好的厲害關係 我這個我是一個廠商 我要進來報告 結果那裡做了一個委員 那個委員叫我西隊頭 他只要看到我 就一定不會讓我過 所以呢 那我就要求說可不可以請那一位委員會 報告完要不要舉手也是學問啊 譬如說他在報告 那我就一直玩手機 然後主席問說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你也不抬頭 然後就過了嘛 然後議長是說 我有意見 我有很多意見 這個案子我先講 我不同意 如果同意的話 我今天不參加 然後我現在講的話 全部給我出自稿 我就反對這個案子 哇 這個委員夠兇吧 所以這一種 委員會裡頭的學問很多 但是現在重點是高王安 高王安你覺得這個案子 應該要怎麼做 你要做政策上的學識 就說這個案子有爭議 那爭議還沒克服之前 這案子不要省 我懂了 那如果說這個案子 啊 爭議啊不用理他 那個你們就照程序去把它 走完 哇這學問點很多 因為下面的處長 下面的委員 就會揣測那個市長的意思 是要讓他開綠燈 那那個主席練就練很快 這個案子請問提案了 這個案子請問各位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下一案 誒我剛練完三秒鐘就過了吧 對不對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確定都沒有意見 確定確定 誒我剛講這兩個動作都差很多了 對 這一個審議 我現在還是奉勸高宏安 既然出現這麼多的爭議 你是市長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你要決定 對 你要讓他走下去 還是讓這個案子再緩一下 然後讓這個案子的事情更透明 這個都更案能夠讓他啟動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不要在這個程序上 出現任何的瑕疵 這些瑕疵也只是行政上的瑕疵 若最後被扣到司法上的瑕疵 哇那高宏安你得不償失 我們先來看看 ema案 那是 我們先下記 我們先去審議 我們先看 我們先來跟這一個 大路人走動 我們先去免潰 其實我們先來 我們先去港